以影像作为创作梅材 肖美玲的作品 跨界录像艺术与纪录片之间 逐渐剥落的记忆 在时间的皱褶里残留 脑海中的风景 形成一种魅影似的缠面 心中漂浮的岛 始终在两地游移 试图在现实中对焦后 途流一道道的光影 穿梭于法国和台湾之间 穿梭于现实和驱拟之间 企图透过影像的凝视 和对的时间空间探围 比方 视视 肖美玲各种 企图从自己脑部 核磁共振的显像 把感觉的世界 和脑神经科学的影像做连结 由自称脑部核磁共振的 显像简洁而成的影片 投影于空间中 脑部的影像幽灵似的 闪动在意识与无意识中 影像中经常出现在旅途 迁徙游走的状态 法国街道 高速公路 火车站 渡船 隧道 港口 地铁 机场等 一连串的转意证 连结无数个当下与记忆 装置于空间中 透明沙网高高低低悬挂 隔间的投影影像 彼此穿透 交错 反射在可辨识和不可辨识 观众游走于其中 犹如漫游于艺术家的回忆 与经历的光影中 随着展览 探讨意念和记忆的本质 法界新闻记者 赖金荣台北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